香港魚圈昨天很熱鬧 因為ViuTV女團Color出道 MC強尼都說心情很激動 他還激動到踢漏了騷情 其實Writer 都是有預備 有人會問一些東西 一邊數過去 原本我是應該要問騷情 騷情 整個軍之後這十幾天 生活有什麼轉變 誰知道我問了 我好像問了Candy和Winker 我就問了他們那個形象的轉變 生活的轉變其實就是 應該問騷情和搞 然後Ivy就會公佈 今晚11點開Live的 那我就問了阿搞和Ivy 那個生活轉變 就變了skip了騷情 而我都沒有發覺 直至剛才開車 是別人的訊息了 我才發覺 所以我內心非常內疚 那我們現在不如讓你回答一個問題 回答一個問題 回答一個問題 好 回答一個問題 來到這個舞台上 總括對今幾個星期 收成你做了什麼 我做了什麼 我這幾個星期就是這樣錄歌 然後很近 排舞 然後之後 拍造型照 然後拍MV 然後染髮 然後掀頭髮 然後弄指甲 然後又轉一下造型 其實是很忙碌 是很忙碌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 只知道今天是12號 還有不知道決賽到現在過了多少天 只知道現在是2022年 聽起來都很忙碌 他們今天中午就上了七七樂壇做訪問 透露已經有一年的行程了 很想更多工作 因為我覺得這幾年香港都很少一個女團 這麼盛大的女團出道 就覺得很感慨 因為香港的確比較資源不是那麼多 之前可能有男團有很多男團 但是女團來說真的比較少 所以都很幸運可以做到香港的女團 可以在香港出道 所以都希望我們可以更加多我們團體的歌曲 其實都跟心靈的想法差不多 就是很少香港的 無論是唱歌還是跳舞的作品 會給香港以外的人看 所以但是K-pop 或者J-pop 是不是叫J-pop 都可以很容易給國際看 我很希望香港可以有一天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覺得現在慢慢開始 是有國際性 國際化了 所以希望我們遲些可以真的做到 COLA的IG開了不夠一天 FORUS已經多過了ERROR 師妹們真的很厲害 換角角度看 這些數字來的 明天除了肥仔和193的生日 還是她兩個各自新歌的派台日 像MIRROR所說的 容作品說話 但造勢方面 一直以來 鏡粉都出了不少力 所以昨天經理人花姐IG出PokeCOLA時 有不少鏡粉炸爆留言 請ViuTV都要認真經營MIRROR的社交平台 還說不要再單靠Fans Club 進行各種宣傳應援 提出MIRROR需要固定團中 而以上的要求 花姐就說她全部都收到 各位鏡粉放心吧 只不過ViuTV就靜悄悄 簽了《造星4》 沒有入女團的 Ash啦 Alice Sika WinWin和Yoyo 不知道花姐24小時不睡 夠不夠用呢 經理人網不是好事嗎 那就代表藝人很多job 不過因為疫情 戲院被迫關門 AK套處男作 農曆年可能上不了 今天我們就是飾演一群KOL情侶 來到這個打窩遊戲的地方 我們就是為了錄一些影片 給我們的訂閱者看 我今天就自己第一次在湖外打窩遊戲 我之前試過在室內打 今天就很正式了 因為有個教練在我們開始之前 教我們怎樣拿槍 怎樣換彈很多東西 剛剛簽了試的時候 就射到我中間這裡 其實我現在裡面這裡很硬 我放了一個PAT在這裡 其實就說真的不是很痛 但我聽教練說 如果射到手 那個彈會腫到一個CD那麼大 哎呀 幸好沒有射中臉 AK靠養子賺食 講起養子 Edan開鋪竹 都是1月生日的爸爸媽媽媽生日快樂 原來他小時候已經那麼有魅力 何硬絲和鄭俊宏那隻老虎仔 圍轉了父母的優良基因 顏值應該都很高分 何硬絲早兩天投了自彈自唱片 歌詞大家都猜他是有了 原來月產期是6月 你有沒有看郭雪芙的IG 他投了華登初上的相片 以及寫了一堆emoji 網民猜他是暗示劇中的空手是哪裡 知道都不可以說 空手和血型有關 有兩個媽媽、兩個爸爸 有人說是暗示羅宇龍兒子 子維是殺了乾媽蘇慶兒的人 也有說 可能因為子維知道蘇慶兒才是生母 但他當初不敢面對自己 所以一時錯手殺了蘇慶兒 喂喂 你這樣算不算劇透? 我不想知道 第三季還有段時間才上 我想自己看 那阿渣跟一個美國華語節目做訪問 說些甚麼 要不跟你說? 他大概就是 說自己當初因為不擅長跳舞 所以拒絕了花姐三次之後 才決定加入MIRROR 古有留給三顧草勞 金有花姐四顧阿張 會不會其實關緣分事? 水行俠即信莫馬 今天宣布結束四年的婚姻 他曾經說過 八歲的時候 看電視就已經對Lisa一見鍾情 拍拖拍足十七年 終於抱得美人歸 本來是一個浪漫愛情故事 但都沒辦法白頭到老 即信莫馬就說 原因是 他們都感受到時代的轉變 帶來的壓力 一場革命就即將展開 所以他們就決定分開 分開都要乾脆一點 不要像王力宏和李靚雷一樣 今早王力宏公開律師 叫他不要跟前妻單獨相處 反擊李靚雷就說他 帶三個陌生男回家 而李靚雷就在IG出帖 勾王力宏做錯事 不僅沒有悔意 還用錢買網絡大軍 混淆大家的視聽 再公開王力宏 以前在留言買讚的證據 還要說只是想王力宏做一個行為 正常的前夫和爸爸 讓他的小朋友可以身心健康地生活 其實圈中的好老公都有不少 王德彬就是黎子 對, 最近他拍了一個廣告 扮演七師傅的男朋友 很有趣 今天完結前一起看吧 不行 我怎麼知道一定會打死我 不用怕, 心熱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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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這是誰? 好友善啊 噓